扔在垃圾桶里 陈兵急到报案后立刻带人赶了过去 这垃圾桶很干净 所以可以断定 这人是在前一夜 还为工人清理完后在进行的抛尸 而每天还为工人呢 都是在12点在开始打扫 所以这时间一定是在12点之后 半夜进行的 很快警方查到了被害人的身份信息 语焉16岁时出道 曾经也是红旗一时的歌星 但没几年就过气了 因此无奈的退出了歌坛 他出道后 一直和经纪人哄歌同居 不过听说他还有另一个想好的 是他哄遍歌台时的化妆师波波 后来呢 这个波波开了一个美容工作室 距离案发现场不远 另外试点结果显示 语焉没有遭受过任何的侵犯 并且也没有过任何搏斗和撕打的痕迹 是被人直接掐出脖子窒息而亡的 遇害的时间应该是在昨天的傍晚 7点至8点左右 一旁的女警叶玲补充道 这嫌疑人作案的时候准备的非常充分 他戴着手套穿着鞋套 并且的手套鞋套还都是市场上随处可见的 另外语焉随身包里的经营首饰都在 所以基本已经可以排除谋财的可能 陈明廷罢表示 很明显这垃圾桶肯定不是第一案发现场 他们现在应尽快确立语焉的遇害地点 然后他便带人找到了语焉的情人波波 波波看到他们后并不意外 他说一大早就看到他们将垃圾桶围了起来 后来得知这遇害的是语焉后 就知道警方肯定会来找他的 不过他很明确地表示 这和他一点关系也没有 然后还说陈兵如果想了解他的话 可以自己看一下这卓身的名片 他的这个态度让女警喊力很是不满 他本想教训一下这个态度傲慢的家伙 可对方就将他怼得哑口无言 审讯时陈兵询问他 和语焉的关系是不是不简单 他直言不讳地承认了 死缠活缠的 你说我能怎么办呢 唉 谁让我心眼善呢 就没拒绝的 不过呢 他有充分的不在场证明 昨晚他一直在工作室工作到了凌晨 不曾离开过 他的助理可以提他作证 既然如此 波波的嫌疑就可以暂时排除了 陈兵又带人找到了红哥 这红哥竟然是你 夏东海 难怪流行假省我条件这么好 原来夏东海 背着他们偷偷接了这么多戏来补贴家用 言归正传哈 这红哥的态度比波波更加傲慢 他自称自己工作繁忙 没有时间去接受审问 他会让自己的秘书 整理出一份他详细的行程表 陈兵他没有什么想知道的 这个行程表都会告诉他们 随后陈兵带着红哥 来到了他和语焉同居的地方 让他赶紧掏钥匙开门 红哥本想装傻重冷 表述对这里不熟 也没有这个房间的钥匙 但当警方甩住了他和语焉同居的证据后 他便乖乖掏出了钥匙 开门一看 房间里都是警察 其实陈兵早就派人来房子里取证了 他刚才之所以会让红哥用钥匙开门 只是为了让他把手里的钥匙交出来而已 陈兵进屋询问叶玲有没有查出来什么 叶玲表示屋里什么发现也没有 第二天 红哥的秘书来了 他把红哥的案发当天行程详细的描述了一遍 那天 他早上9点就离开了语焉家 然后去公司工作 中午和同事们一起吃了午饭 接着下午1点左右就去接了公司的咪咪 陈兵打断了他询问道 这个咪咪是谁 秘书告诉他 这是哥谈的炙手可热的新人 第二天 叶玲找到了陈兵 说红哥的那尺钥匙 他还跟试了一下语焉家所有的锁 只有一把钥匙和所有的锁都没有关系 似乎是把废钥匙 这时一名警员查到了语焉之前的通话记录 其中有个号码和他联系得十分频繁 这不是某个具体的人 而是一家餐馆的订餐电话 这家餐厅一直是个女服务员给语焉送餐 当他被带回去审问后 一开口就让传病惊到了 没有人的时候他才抱着我亲呢 亲你 洗热水澡 用高级沐浴液睡弹簧床 就睡一个被窝 你们俩 女人跟女人不算流氓 语焉大姐说了 她说只有男人才会骗女人 女人跟女人 那是亲热 这真没想到 她和语焉的关系竟也是如此的特殊 根据女服务员的回忆 那天12点左右 她给语焉送了午饭 那时候她还是好好的 然后下午三四点 她给语焉打了两个电话 没人结 晚上七点左右 她打电话还是没人结 于是她就没有去给语焉送晚饭 这样看来 有可能语焉三四点就被凶手控制住了 然后晚上七八点 这样遭遇的不测 那这段时间 她在哪儿就很关键 确定了她在哪儿 就可以确定第一案发现场了 但现在还有一个难题 那就是最有嫌疑的伯伯和红哥 都有很完美的不在场证明 伯伯那天一直和助理工作 而红哥下午一点 就带着明明去了临时 准备晚上的演出 一直到演出结束了才回来 那现在还有谁被他们忽略了呢 隔天 夜灵有了新的发现 她查出了那把非钥匙其实是银行的保险柜钥匙 而这个保险柜里锁着一份红哥和语言的协议 上面写着哪一方除了意外 另一方就可以获得其全部的财产 如此看来 红哥的嫌疑就更大了呀 他们将红哥带回了审问 红哥的反应很大 他直言自己怎么可能看上那点钱呢 这简直就是在侮辱他 不得不说 这态度很流行见了 红哥表示 要怀疑他得拿出证据啊 陈兵听吧 不慌不忙的说 自己会找的证据的 他派人找到了咪咪 根据咪咪的回忆 那天一点钟 红哥开着他的豪车来接他 然后他们一起去了临时准备晚上的演出 七点左右 演出开始 在他表演的时候 红哥还在舞台边给他加油 表演结束后 红哥还给他献了一束花 最后他们又一起回到了他家 红哥没有走 就在他家住下了 咪咪离开警局时 送给了陈兵一张他的专辑 上面还有他的亲笔签名 他希望陈兵可以一直指示他 陈兵哪有的心思 将专辑扔在了一旁 组员小光见一庄就不客气的将专辑据为其右了 毕竟他可是咪咪的粉丝呢 陈兵让组员就和高速工作人员确认过 证实了红哥和咪咪说的的确都是真的 案件再次陷入了僵局 这红哥好像完全没有作案时间呀 就在大家一筹莫展之际 陈兵想到了一种可能 那就是红哥吃完午饭后就去找了语言 他将语言控制住 塞进了后备箱 然后一点去找了咪咪 七点咪咪灯台演出 他就趁机出去残害了语言 毕竟就只需要几分钟的时间 他完全能在咪咪演出结束前赶回剧院 替他加油 给他献花 而回来后 他也可以趁咪咪睡着后 偷偷溜出来 将后备箱的语言处理掉 为了证实这个猜想 他们立刻对红哥豪彻的后备箱进行了检查 结果真的在里面发现了一根头发 经过检验证实 这头发的确是语言的 面对如此铁证 红哥也不再狡辩了 他承认了这一切都是他做的 不过 他并不是为了钱 而是语言过去后 就一直缠着他这个经纪人 这种纠缠 让他觉得都快窒息了 他实在没办法将语言再次捧火 也确实不想再忍受他的纠缠了 所以就采取了这极端的措施 这个案子到这儿终于水了石出 咪咪在做完最后的笔录后 又送给了陈冰一张他的亲笔签名照 说希望陈冰越是在这个时候 越能支持他 陈冰想把照片再次送给小光 可谁知小光表示 这现在又有一个新的个性出来了 他已经不喜欢咪咪了 这照片呢 还是他自己留着吧 这陈冰直接误语 故事到此结束 爱发现场于2004年上映 播出后有不少人觉得 这精彩程度甚至超过了中文6组 但高仿的质疑也随之而来 不过即便6质疑也不能阻碍